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欢迎收看本期精彩节目 在节目开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大拇指 谢谢大家 人类是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 这么多年来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 不久前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天文物理学 以及天文学副教授杰森·赖特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坚定的认为 高科技外星文明 可能曾经出现在太阳系中的 某一个行星上 但最后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按照杰森的说法 只要我们继续探索 很快就能发现那些高科技文明 留下的痕迹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找到 他就不确定了 他表示 史前 原生高科技物种可能曾经在地球或者其他星球 比如 温室效应前的金星或者潮湿的火星上生活过 不过 外星人存在的痕迹很可能已经消失不见了 就拿金星来说 全球温室效应的到来和潜在的表面重建 可能抹掉了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金星离我们有点远 没有代入感 就拿地球举例吧 杰森认为就算数十亿年前外星人在这里生活过 金石和板块构造也可能将这些证据销毁 科学家就算拼命寻找能够找到的外星人生存迹象也很少 他还指出现在的原生技术痕迹可能比较古老 有望找到痕迹的地方也就局限于火星月球的地表下面或者太阳系外 存在于地表下的结构只要不遭到严重的碰撞就可能被发现 假设杰森的说法是真的 我们该怎么寻找这些曾经存在过 现在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的痕迹呢 他认为使用太空考古学界的工具就能够逐渐发现远古外星人的奥秘 用研究行星表面地质学的图像和地下雷达也可以揭示出那些埋藏着的结构 杰森的话让那些坚持认为宇宙中有外星文明的人超兴奋 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能够发现外星人存在的痕迹呢 一直有一个疑问 外星人经常造访地球不与人类见面 但是却留下了许多奇怪的标志 例如麦田怪圈神秘壁画 谁都不能想明白外星人这样做的寓意是什么 也许他对地球进行侦查 也许他在秘密策划神秘阴谋 在尼日利亚南部奥索博士的郊外 名为奥孙神树林的一片茂密的森林 发现神秘外星人雕像 这个神奇的地方被人们认为是孕育之神 奥孙女神的住所 奥孙女神是约鲁巴人所崇拜的众神之一 神秘外星人雕像 为什么说是外星人雕像 从雕像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些奇特的人形生物 显然不是描绘雕刻的人类自己 也许是史前文明的人类 也许是外星人的到访 这些神秘外星人雕像处处透着鬼秘 他们具有外星人特征 眼睛很大 而且样子很奇怪 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从哪来 他们发生了什么 奥孙女神是约鲁巴人所崇拜的女神之一 奥孙女神与埃及女神西伊斯 有很多相似之处 奥孙女神不只是象征美丽与爱的女神 她还为人类传授占卜学 神秘学 农业和养殖方面的知识 他们认为是海洋中的鱼和森林中的鸟的母亲 伊西斯也曾被认为是鱼类之母 还被认为是海洋中的皇后 奥孙女神也是穷苦之人的守护神 是所有孤儿的母亲 并会为她们带来在她们无助的时候所需的帮助和力量 一个世纪之前 约鲁巴地区有很多神圣的树林 它们分布在每个城镇 现在大部分树林都被遗弃了 而且都变成了很小的树林 奥孙女神也是穷苦之人的守护者 奥孙奥博树位于奥孙州的首府 奥索博士的心脏位置 大约400年前在尼利亚的西南方被发现 距离拉格斯是250公里 这片树林是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神圣树林 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尊敬 奥孙神树林是尼利亚南部 遗留下来的最后的原始森林遗迹 如果这个女神是外星人 那么如今她的后裔很可能遍布世界 沿着奥孙河旁森林中的小路 可能来到奥孙女神的圣所 就在这片森林圣所中有40座圣坛 还有很多雕塑和艺术品 它们都直立摆放着 用于表示对奥孙以及其他的鲁巴神明的尊敬 其中很多物品都是40年前制造的 有两座宫殿 5个神圣地点和9个礼拜地点沿河案排开 每一处都有安排有牧师 祭司或女祭司 奥索博拥有大量的20世纪的雕塑作品 制作这些雕塑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人们与 约鲁巴神殿的联系 奥索博士现在唯一拥有这类雕塑的城市 约鲁巴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将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与森林的灵性连接到一起 恢复这片树林的大师们已经赋予了她一个新的重要性 她已经变成了整个约鲁巴地区的神圣之地 也成了广大的流散在外的约鲁巴人身份的象征 这片树林是一个活跃的宗教场所 是很多人每天每个星期以及每个月进行礼拜的地方 另外每年一度的游行节日会在女神和城镇居民之间 重新建立起神秘的纽带 游行会持续12天 在每年的7月和8月举行 这样就可以使约鲁巴人的传统文化延续下去 我们暂且不管奥索女神来自何处 究竟是人类还是外星人 这些绅士丝毫不会损坏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她的女神光环会永远存在着 她的事迹也会被历代人们所歌颂 在地球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 到底都发生过多少惊世骇俗的事件 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 而每一次的考古大发现 都会将我们带入到足够震撼 人类已有认知的演化迷雾中去 我们之所以在特大书起已情 实在是本文下面要报道的一则消息 着实的颠覆了我们的三观 据英国每日邮报科学版报道 英国考古学家近日在非洲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在非洲靠近赤道的地方发掘了一个头盖骨 经过处理后 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头骨和普通人的头骨质地 完全不同 经过相关仪器测定 它的硬度几乎和金刚石一般无二 接下来考古学家对该头骨的构成元素进行检测 发现和金刚石的构成元素惊人的一致 也是一种碳元素 而且其他元素的排列方式 也和金刚石的碳元素排列方式高度类似 这一结论令科学家们大吃一惊 这说明该头骨绝不是地球人类的头骨 我们都知道普通的人都是由钙元素构成 而这个头骨竟然是碳质的 并且还是类金刚石结构的碳质 于是考古学家们决定对发现该头骨的地方 继续进行更深入的发掘 最终他们发现了一个古老部落的遗址 根据发掘的地名 考古学家将这一部落遗址命名为 哈米木特遗址 这遗址位于中部非洲赤道以南的附近 大约存在于两万六千年以前 这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部落 考古人员在这个遗址中发掘到了类似飞行器的物体 不光如此 他们还发掘出了大量石木 旁边还有类似于电池的东西 科学家们惊呆了 这说明两万六千年前的这个部落 已经具有制造电池和飞行器的科学技术 而在我们已有的认知当中 这是绝无可能的 随后 随着挖掘的进一步深入 考古人员发掘到了一些尸骨 根据对这些尸骨的分析 科学家们发现它的构成 成分和我们普通人类的尸骨完全不同 它们的材质是和钻石金刚石类似的碳质元素 不仅如此 科学家们还在它们的头骨中 发现了一片有特殊材料做成的 类似于当今芯片的东西 经过进一步的鉴别 科学家发现这个芯片里的东西 正是一个信息处理和存储器 这一发现令科学家很是困惑 如果说这是地球史前人类 但是那时的人类文明程度 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水准 如果说这是地球史前人类 但是那时的人类文明程度 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水准 如果不是地球史前人类 难道会是外星人的后裔 如果是外星人的后裔 为什么它们的尸骨又有明显的机器人特征 如果是外星智能机器人的话 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陨落于此 并且化作尸骨呢 这一切都是现代科学所无法解释的 因为它已经颠覆了人类已有的认知范畴 在我们人类生活多年的星球上 神神秘秘的事件出现过无数次 不论是有记载的还是没记载的 都十分之多 这些神秘事件 有些跟牛蛇鬼神搭上了关系 有些跟物理现象扯上了关系 还有些跟外星人扯上了关系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把某些事情看作是外星人到访地球 都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而人们在目前唯一能做到的 不过是证实情神秘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而已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留言哦